新闻回顾与展望 一周亮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岸IG 最近有关两岸间的新闻 今天邀您关心财经议题 而分别要从两个焦点探讨 首先是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 率领经贸访问团参访台湾 其次是刚结束的大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未来大陆经济发展提出哪些重点工作 邀请旺报副总编辑陈秀兰观察探讨 欢迎陈副总编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知道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手忍经贸 当然这次到台湾有八天七夜的参访行程 不过重点我们就来看财经方面 他对于服贸卡关 还有呢 今天也正在北京展开新阶段的货贸谈判 前几天呢 在跟媒体互动的时候 是有抛出球在台湾这边 还有两年内路 含FTA生效 这些话 您来看到底释出哪些新的讯息 有哪些在台湾这边 我们可能要特别留意的 他一些进展方面 是的 那我们想 我们知道那个海协会会长陈德明 这次到台湾来 那其实选后之后 他第一次到台湾来 当然大家也觉得说 一这样的一个两岸 在所谓的这次大选 国民党大败 然后明镜执政大赢 那很多的县市的执政 几乎都是变天换绿营的执政 有人认为是两岸关系相当低档 因为未来的两岸政策 明镜有很多不同的国民党的一个角度 但是我觉得陈德明 这次来其实可以看得出 因为他是财经的背景 其实是商务部的部长 所以其实上面 他这次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 他其实是从 他很关心台湾跟全球经贸连接这一块 就是区域经历整合这一块 像是比如说他对于陆岸FTA 台湾在两岸的货贸谈判 一直没有进 包括两岸监督条条例 让整个货贸谈判都延荡下来 甚至货贸一直卡关 但是相对于陆岸FTA 都已经结束谈判 所以从一个经贸的一个专业角度来 任何人看了都会很担心 台湾就真的要这样子 在所谓的一个全球经济计划去边缘化吗 从他这次来的情况 他其实提出很中肯的一个 他的想法 就是说陆岸FTA就要结束谈判了 请接中国大陆在11月份的 一个亚太经合会 他们也达成了一个FTAAP 就是亚太贞贸区的一个路径图 对那他是这个路径图 大概在2016年就是要提出来 那以中国大陆目前在这个 区域经济整个这个动作这么积极 他很快的想要把这个东西推出来 所以他其实就像中日和FTA 他不太可能等太久 因为如果以中国到这样一个布局的话 陆岸都已经达成FTA谈判了 那我想日本一定会有压力 就跟台湾一样 那如果中日有压力的话 尤其像最近这本经济 情况不是那么好的话 他不可能不赶快加入这个 东协市场是一个很重要 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那中日如果都达成的话 那SAFE比较重要的几个国家 是中日和这三个国家 如果这三个国家没问题了 那SAFE这时跟东协谈判 就很快达成协议 所以在中国大陆 它是很有布局 在做它的所谓区域经济整合这一块 那它陆韩都完成了 等于现在已经打破这个敲门转了 那台湾如果在这方面 还认为说 国贸会对我们的影响多大 拒绝开放 或拒绝接接受 大陆崛起的这个事实的话 那其实像陈明特区 它是一个专业出来的 他们很担心 就从经贸的一个专业角度 大家都很担心 那台湾以后要往哪里走 这么一个小岛 就是不能奔靠内需的市场 这就是说 台湾未来两年时间会变化很大 变化很大只是在2016 假设这跟它FTA 大陆镜图提出来之后 它陆海MT 今天已经结束谈判了 明明可能就要生效了 对 那紧接着在两年后 它在那个陆海FTA谈判里头 它提到了一个比较重要 就是说它服务业以后 它会采负面表列 负面表列的意思就是说 以后呢 我服务业能够进去 是限制的很少 就是我用负面表列表 对 那台湾在交流达 其实我们对负面表列 还是正面列表 然后就是说 我们开放还没有那么多 那大陆都已经运作 那么大的开放 那想象下 如果说我们不到大陆去的话 服务业应该是我们最大的强项 如果大陆对韩国 都已经用负面表列 就我很少限制你 两年后 我们这种谈判 是很少限制你的产业 进来大陆的服务业的话 这个市场 是大陆服务业上是大开的 那台湾如果在服务 就在那边卡关这个市场 就让韩国去拿 让其他国家去拿 是拱手让人的 对 其实从专业角度 让人家觉得很忧心 但是台湾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怎么经济恐吓牌 我想是不是经济恐吓牌 数据会说话 整个国界趋势会说话 我觉得 就是说 很多人比较理性来回归这一块 就是台湾究竟要怎么走 有这么小一个经济规模 你一定要靠外贸 一定要靠外面赚钱 进来充实 否则以台湾这样的一个 这么小经济规模 其实是没有办法 那经济持续成长的 是 那么2016年 FTAAP 亚太自贸区的提出 那么是有 它的一个步骤跟计划的 那么台湾没有跟上 福贸贸贸 如果一再延荡的话 对台湾来说 还是会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好 非常谢谢副总编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 也是中国大陆 在经济方面 刚才我们看到是 他在融入区域经济组织 还有提出非常宏观的 一些经济策略 刚闭幕这个大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有提出明年五大任务 大方向来看是 包括经济稳定成长 还要发现一个新的成长点 也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还有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 也要加强保障跟改善民生工作 这五大方向 不过主意来探究 或许我们来看几个 比较重要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投资需求的部分 或是消费需求部分副总编 你怎么样来看 中国大陆未来在所谓 他们强调新常态 就是可能不是一个 高速成长的经济模式 他们在这方面的一些变化 有哪些值得我们进一步来关心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大陆在陆续公布的 11月份一个经济数据的指标 像PMI等等之类的 其实并不是很亮眼 然后它的出口也不是很亮眼 可以很清楚的 看到它经济是有放反的一个趋势 当然大陆提出一个新常态 他提到是说 也是希望能够让它调节 因为过去高度发展一些资源的浪费 又一个妥善的分配 造成一些经济的发展一个扭曲 那当然习近平上来之后 他一直强调所谓的新常态 那我们也可以讲 他所谓新常态 当然某种程度 也在告诉你 大陆经济放反的一个事实 但在这次经济公众会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大陆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 在什么经济放反 他一定要保存在经济的GDP的增长 在某个水准以上 那他过去之前曾提出 所谓的7.5左右 那这次中央经济公众会 他认为说他应该会下调到7 可是这次的会议头 他并没有把这个数字提出来 听说会在明年3月 是不是可能在明年3月 才会具体提出来 一般都在大陆两会期间 就是明年3月两会 召开的期间提出来 但是我想他下调这个 也很明显的 但是他是不是又提到7那么的明显的数据 允许为了他再强调所谓经济一个 新常态情况下 他认为GDP并不是他的重点 他可能认为是民生等等 这方面各方面的实际的一个增长 才是重点 但我们回归比较专业的讲法 你的GDP就是一定会下调 这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中国大陆其实可以在他这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头 我也发现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他强调的所谓的一个 积极的财政政 他还是要保增长 特别提到说 除了宽松货币政策 我想他的松紧度之外 实际上大陆人行已经在 11月中的时候 有一次降息0.25的 存款准备率跟贷款准备率 可以看到他其实已经有在 放松货币政策的一个趋势 虽然人行一直强调 他这并不代表 就是他换货币政策 但实际上至少 他的动作已经有点松盈根了 另外他一直强调 要积极的财政政策 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 就算是要扩大基础建策投资 所以他强调了很清楚 说习近平在经济工作会议的 一个闭幕的基础里头 他有提到说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有力 但其实我们可以发觉 在最近这一两个月 大陆一直批准他所谓内部 很多的一些基础建设 前两个月的有人去同家 前两个月就已经批了将近一兆 是相当可观 可以看出他是要积极加强 用基础建设 那也的确 以大陆那么大的一个 他去加强基础建设 事实上也可以带动 他的一个经济发展 比如说他很多生产过 才能过剩 那你带用基础建设 我钢铁等等之间 我就可以有销路 另一方面 习近平在 而且还有在上次的时候 他有提到一个 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 就是所谓的一带 指的是二席市值路 跟一个海上资路 那这一部分 他涉及到整个亚太地区的布局 因为海上资路 是到东南亚 南亚等等这一部分 那路上资路 他倒到中亚 是到欧亚大陆这一块 对所以你可以看出 他一直希望在推动 他的所谓的高铁走出去 包括他很多的一个 基础公路走出去 还有他在推动所谓的 他有成立的所谓的 资路基金 对还有成立的亚投行 亚洲基础投资设施银行 他的目的是说 我除了国内这一部分 我还希望我的基础建设 我这种扩大投资 是往外走出去的 对那这一定需要很多钱的 曾经有一个亚洲开发银行 有一个统计 如果在2020年 就是要满足整个 亚洲地区的这种基础建设 因为其实亚洲地区 有些国家是蛮浓厚 有些基础建设流入连接是相对比较少的 不要满足这个亚洲地区的这个基础建设的话 它至少需要八兆美元的规模 还缺八兆美元 但中国当中这种做法是 你可以看出他未来的一个经济布局 可能它的经济财资争 它是往这个部分 透过它把一些基础建设 往外扩出去的情况下 能够让这个整个斗子带动起来 所以它结合了所谓的亚洲行 一个方式就是为目击 所有国际的资金 一起往亚洲去帮忙协助 做一些基础建设 让它的高铁可以走出去 所以这一块看起来 是未来是比较有亮点的 也是一个比较 对台商来讲 对大家来讲 也是一个比较有商机的地方 我们台商也可以把握这样的机会 比如说加强基础设施 也是的 包括它基础设施 包括它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的 对对 它一定要需要很多的 一个资金的投入 真的很多 你的相关领主建等等 甚至你的相关的 比如说基础建设 一定要涉及到 相关各方面的一个产业 对 所以它基本上是 它的布局可以看出 它是相当广的 所以它在这一次 中央基础工作会议 它一直强调说 要活化那个区域的空间 没错 对那这一部分是一个 它很重要的一个布局 好 我们要注意中国大陆 未来在大格局的一个规划方面 那么台商可以把握哪些商机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 包括服务卡官 赶快生效 货贸谈判赶快有进展 都是势不宜迟的 要把握机会 好 今天非常感谢 旺报副总编辑陈秀兰 针对两岸经贸合作 谈判还有明年 跟未来大陆经济发展 重点方向提供 相当深入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副总编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